龐叔 我已经把花儿带到你面前了 我的心愿已了 你就没有什么牵挂了 去吧 去把他找回来 别把他给气跑了 好 好 我这就去啊 来 花儿 爹 这里战事交给你了 小心看着你娘 好好照顾她 爹出去一下 爹 我知道 快点 喂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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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真是打击 倩倩 你这书上是什么鬼话 问你不是崔平会不会出现 问您是你压根就没有提这么一个人 你早有老婆 你应该让倩倩知道 你应该让我们太多了解 你一字不提 让倩倩糊里糊涂嫁给你 你这根本就是骗婚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 也不是有意要欺骗的 我真的是疏忽了 子墨 你一定记得的 当时大家打赌 每一个人要追千千的 只有我退出 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是绝缘体 好端端的 我为什么说我是绝缘体 明明一见钟情 为什么不敢放眼去追 就因为我心里面有所顾忌 原来你的绝缘体 是表示你已经结果混了 这种哑泥 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踩得透 你为什么要用绝缘体三个字 为什么你们干脆的说我已经是结果混乱的人 如果你用第二种方式来说 我想起 今天的一切情况 都会大大的不同 子墨说得对 当初我们人人在场 没有人听得懂你的悬崖之音 现在你却说这种话 真是莫名其妙 不负得人到极点 不 你每一次发生事情 我们大家都原谅你帮助你 但是 这一次你实在太过分了 对啊 家乡还有老婆 你说嘛 连玉农都办了离婚 了不起回家乡去离嘛 叶敏啊 你不要扯到我头上来好不好 我跟若红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是秦圣我是秦师啊 而且我爱我老婆爱得发了疯了 干什么呀 而且从头到尾就爱她了 可没有朝三牧师见义之前 这离婚也是被你们吃下去闹了 你自己钻的 拜托玉农 现在不是讨论你 你别东拉西城啊 我怎么东拉西城啊 我就是要告诉若红 她对她的圆培是不忠不义 她对千千呢更是不忠不义啊 你们都出口 这样算什么呢 你一个个就去外活上加油 千千 千千你听我说 我不听 千千 我不听我不听 你公平一点吧 我曾经好几次要说 你都不让我说出口啊 你知道吗 那年我才十五岁 十五岁 十五岁根本就只是个小孩子 家里弄来个大姑娘 叫我跟她拜堂成亲 我一样画葫芦 简直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 我在十六岁那年离开了家乡 这才真正开始我的人生 我一直认为 十六岁那年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 十六岁以前 十六岁以后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两个不同的时代怎么会混我一谈呢 十六岁以后 遥远的像上一辈子 那是我的前生 十六岁以后 这才是我的今生 我怎么会想到 我怎么会想到前生的翠萍会跑到今生来呢 什么前生今生 什么半家家酒 你真是贵话连篇 难道半家家酒 会让你半出一个话而来吗 当时的我 当时的我真的是狐狸狐狸一知半解 这名大我五岁 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家里把她取进门 就是希望能够认定希望嘛 你不会了解的 乡下人就是认为多子多孙才是福气嘛 好 你现在已经有福有寿 有亲有女了 你还有理 叫的彼时都还大声 我 我 顺红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才是更不谅解了 倩倩我只是要你了解 当时的我 年幼无知身不由主 然后经过漫长的十年 我真的把我的童年往事 彻彻底底都给丢掉了 一忘了呀 我不管你们认为我多么无知多么荒唐 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如果翠平没有出现 我真的把他忘了 把他忘了 就等于根本不存在吗 我不要听你的 你有太多理由替自己辩护 你就是这么宽大你自己 这么放任你自己 我真怀疑 你这懂得什么是爱吗 莫承 莫承 你只爱你自己 莫承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假如你真心爱我 你就会知道我受不了这种事 你会替我设想 你会把你最完整最真实的自己给我 不会欺骗 不会背叛 不会一再的羞辱我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倩倩 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最好的最坏的全都在你面前弹落了 我不明刻意隐瞒你这一点 是那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好了好了 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 反正事实就是你有两个老婆 你想要预备怎么样 是要千千呢 还是要那个叫什么翠萍的一句话嘛 我当然要千千了 可是 可是翠萍大生病了 还有华儿 我还有个华儿 我必须要先安顿他们 你安顿什么呀 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大言不谈 就是爱说大话 你连一个千千都安顿不好 还妄想安顿第二个千千 第三个千千 可是要给我时间呢 我求你们给我一点时间缓冲一下好不好 千千 真的 他们一下子跑出来 我完全乱了方村 已经六神无主了 我现在必须要好好地想一想 从长记忆一下 千千 你一定要支持我站在我身边好不好 你走 你走 我再也不要站在你身边 我再也不要支持你 再也不要听你的了 你回你老婆孩子身边去 你的事再也跟我无关 我永远都不要听你 不要见你了 若婷 这个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对 只能更刺激她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别怕 你不是还拉孩子还没收拾呢 是啊 你丢下你的千千 因为怎么办呢 对 我还有责任未了 我还有残居没有收拾 我先回去处理 拜托你们 拜托你们帮我照顾千千 我马上赶回来好不好 拜托你们一下 拜托你们好不好 千千 青ns 娘 我们再等一下吗 再等弟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来了 你这样走了吗 你怎么起来了 你不要乱跑乱走的 又不知倒地了怎么办 我看到你的情形 我知道 我前不该万不该 就这么跑来了 害得你这么辛苦 我已经想明白了 也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花儿有你这个爹照顾 我真的很放心 很放心 我总算把他交给你了 你在说什么 你要离开 留下花儿 为什么 你不要花儿了吗 爹 你快跟他说清楚 你不会赶他走的 是不是 你是怎么了 我没有给你脸色看 怎么才来就要走呢 爹 这是家乡带来的桂花茶 你最喜欢喝的 你留着喝 这是我帮你缝了一双布鞋子 你留着穿 这布娃娃 还在包袱里面换洗的衣裳 是花儿的 你帮他收拾我 这是爹和娘的牌位 以后有你供奉着 我也就心安了 爹和娘 他们都不在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为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说 我又怕一下说太多了 你承受不住 这些年 你不在家 家乡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 我本来想留在日后 一点一滴的慢慢透露给你知道 但是现在我要走了 只好一起说了 到底爹娘是怎么了 他们都是壮瘦的庄家人 身体这么阴朗 怎么会这么不偿命 怎么会这么不偿命 这是先前 我跟你提到的那场水灾 你难道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 大鱼是在两年以前 我们的房源数百里 闹了一次水灾 房子 天地 全给淹了水 没吃的 没喝的 跟着 就闹瘟疫 饿死的饿死 病死的病死 爹 你也 爹就在那场天灾里 染上了疟疾过失了 大哥和小妹 跟着没多久也去了 家乡的日子 真是不好过 二哥和三哥 竟没法隐身 跑在家里等死也不是办法 希望你离开了家乡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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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法接受这一连串的打击 没多久 也握病不起了 只留下我跟花儿 孤儿刮目的 过一天 算一天 娘 娘 娘 土野 环儿 外丸不孝 你们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在你们身边一起笑到 死里的时候 我也没有回去见你们最后一面 我也没有替你们送钟 我家裡沒有發生那麼多事情 我身為每一家的一份子 我始終不問不問 不能分擔一定點 我就是對不起你們 我前置不是人 我前置不是人 爹 娘 我知道你們在酒泉之下 一定還在怨我這個不孝子 該說的我都說了 我想我該走了 我兒子交給你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娘 你說過的 找到爹 我們就有指望了 找到爹 我們就有一家團員了 家裡不分開了 怎麼現在找到爹 你反而要一個人走呢 我不要 我不要 娘的身子拖不下去了 能挨到好人 已經很不容易了 遲早是要拋下你的 翠平 翠平 你說什麼 你在胡說什麼 我的身子我知道 大夫說是積勞成績 可是花兒還小 怎麼辦呢 我隨時可能說走就走 我總不能真的讓她 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 所以這一趟我非來不可 山山水水都駐隔不了 我讓你們父女相認的決心 爹 求求你 不要叫娘走 求求你 爹 這一路我們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多少次我和娘都以為我們到不了了 我們的腳板上長繭了 腳跟汽水泡了 走不動了 遇到大風雨 把我和娘掛到山崖底下去了 我們以為我們要死了 我們到不了水間了 好幾次 在沒有人的荒山裡 迷了路 晚上又冷又餓 娘只能抱著我 兩人一起伴頭 愛到天亮 我和娘 若倒在路旁 並倒在荒山裡 一次又一次 我們都想 我們到不了了 可是 每一次走不下去了 我和娘 就互相安慰說 沒關係 快找到爹了 找到爹就好了 爹 我們終於找到了你 可是 你怎麼也不押我們了呢 爹 你不要搶娘走 你不要搶娘走 爹 你不要搶娘走 你不要 華 華 你沒有不要你們 爹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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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見 不能這樣 娘不滾 不能留在這裡 你怎麼不關的呢 娘是怎麼叫你的 你鬧了什麼鬧 我不管 我要跟你走 我要陪著娘 不然牛病跑了怎麼辦 誰給你煎藥吃 誰給你腿被擦汗 誰給你把衣服跟保肚子 你在鬧 娘真的要生氣了 誰也不許走 誰說你們可以走的 快點 偷偷給我留下來 崔炳聽到了沒有 你先躺下 好好休息 好好靜養 什麼都不要說 都不要想了 不 不 我是一家之主 什麼都得聽我的 你就在燕雨樓住下來吧 萬萬不要再說 什麼無家可歸的話了 你就儘管把燕雨樓 當作你自己的家 不要拒絕 我已經吩咐老陸 給你準備一個房間去了 想當初 和家裡鬧得天翻地覆 爹幫我住出門 斷絕了婦女關係 我是這樣根定的若紅 自從害她醒了那個天地為政的婚禮 我就只有若紅 沒有爹娘了 現在 緊張到這種地步 就算爹娘肯收留我 我也沒有這個臉回去 唉 我怎麼會這麼笨 我怎麼會這麼固執呢 做這種錯誤的選擇 如今再怎麼悔 再怎麼恨 都有什麼用呢 若紅這個人 我看了他這麼多年 他毋庸置疑 是一個藝術天才 我想 大阪優秀藝術家 都比較自我 比較任性 憑直覺做事 不然 他的作品 就很難有創意 很難有獨立的風格 也真以為如此 他就比較龐若無人 比較忽略別人的感覺 走到今天我這個階段 我對於他 已經完全是包容和了解了 不過 畢竟我不是你 我在婚姻裡 沒有被被判過 被侵略過 被欺騙過 所以我離你此時此刻的感受 相差很遠 我實在是無法預測 你究竟能不能原諒若紅 也許 你能接受我剛才的說法 了解了若紅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所以 你就再原諒他一次 再給他一次機會 原諒他 不可能的 我絕不會原諒他 何況 我要怎麼原諒呢 逼他離開他老婆孩子 弄得他們氣力子散 我又與心何忍呢 畢竟他們也是拜過堂 成了親的 孩子都十歲了 如何割捨呢 我也不會叫若紅做這種割捨 那麼 所謂原諒 就只有去接受他已有妻女的事實 我就變成他的小老婆 我也去求求他做校服帝的 去安了一個女人分享他的愛 他的一切 是 如意真的愛他 離不開他 這有何法呢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這對一個女人來說 是多大的侮辱 多大的不公平 我母親就是這樣屈辱 抑郁不樂 保守不平等待遇 過了她的大半生 我絕不讓這種悲劇在我身上繼續發生 我不能和其他的女人共有一個丈夫 我沒有那樣的雅亮和涵養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悲劇 對那個叫崔萍的女人來說也是個悲劇 人家說 愛情的眼中容不下眼裡沙子 更何況 剩下一個掠奪者 眼前的狀況 我對於崔萍而言 是一個掠奪者 崔萍對我而言 她也是一個掠奪者 你知道 愛情裡有猜疑 有嫉妒 有戰有欲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是啊 我和崔萍的這一輩子 這樣怎麼過得下去呢 或者我們都多慮了 惹魂根本要的就是你啊 她之所以要趕回水銀街 是因為同情 因為不忍 因為要對前面的一段有個交代 是同情 是不忍 那更可怕 這喚起了她大男人 要保護弱女子的本能 正好滿足了她的英雄主義 如果她是為了對前面有一段交代的話 那更表示歇後有別 長幼有序 那麼我就更只有知識地主動求去了 不是嗎 難道 你和若紅這一段刻骨鳴心的愛情 就在一歇之間全胖之腦厚毫不眷戀了嗎 愛 是啊 那麼辛苦地去愛 那麼認真的去愛 要做什麼呢 我們曾經那麼轟轟烈烈地愛過 但到頭來 只換了她的不忠實 她的不負責任 我不要再愛了 我絕不再為愛迷惑了 愛到最後 全是虛假 全是幻影 滯留滿身的疲憊 滿身的傷害 誰都不要再跟我說什麼愛不愛的了 可是 自學 不要再試圖打動我了 我的心死了 真的是一灘死水 再也翻不起一絲波澜了 你記得清姨娘剛進我們家門的時候 那時你們都看到了我的憤怒 我的悲哀 而若紅她也一定清楚看到了 她看到了 她居然可以把這種憤怒 這種悲哀 這種憎恨 重複在我的身上 她這樣 充分顯露出她是多麼寡情的一個人 她當然知道 我恨到了這種事 也絕對不允許這種事 她居然還如此狠心的叫我來承受這些 若紅她糊塗慣了 她也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婚姻 怎樣的一個人生 但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一個有尊嚴的婚姻 一個有尊嚴的人生 我懂你的意思 我想 你受的也真的夠了 總之 無論你決定怎麼走下一步 別忘了 還有我們這幫朋友在 我們會扶你一把的 明天 我們還是要替你到水銀間去走一趟 至少 要把她那個錢去你也要看個仔細 還要把若紅火亂的思緒 列給清楚 你們先等一等 我來不及跟你們說話 大夫 你看看這到底是什麼病 要不要緊 怎麼動不動就暈倒 您這夫人病情確實不清 身子已經虛了 像個空壳似的 現在又外受風寒 內受刺激 只怕日子不長 怎麼會這樣 她千里八十而來 身子虛弱是一定的 但總不至於有生命危險 是不是 她不只是身體虛弱 她是由蕭喘病轉成了肺炎 她的肺就掏空了 說真的 像這樣的身體能癌到今天 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我是大夫 只能治病 不是菩薩 不能治病啊 爹 難道哪個藥粉和藥水 還要不要吃呢 大夫 你一定會開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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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痾 我娘吃了 就不會喘了 就不會咳了 是不是 你救她 你治她 不管要花多少錢 我去賺我去拉生 我做苦力 我要給她買最好的藥 你是管開房子 你不要管多少錢嘛 你一定要治好她的病 好好好 我開房 我開房 先用射乾麻花 壓壓她的殼 再用當歸人生 補她的元氣 好的好的 我現在就給你到藥庫去抓藥 花兒 快進房陪你娘 走 娘 娘 你家裡吸一口氣 不對 好點了沒有 你靠著 你倒水去 娘 你快喝幾口水 把咳嗽壓一壓 弟已經去給你抓藥了 他們救救藥水就先不要喝了 這一路上 幸好拿藥水 也沒怎麼見效 我看 還是等弟的藥比較好 你們 你們是露洪的朋友吧 真對不起啊 我這樣 我馬上下床來招呼你們 你千萬不要動 你躺著 不要下床 不要招呼我們 我們不是客 都是自己人 對 露洪在杭州這五年 和我們都像親兄弟一樣 你不要見外 身子不舒服 你就儘管躺著 花兒 快扶你娘躺好 娘 我躺好 花兒 快去給叔叔阿姨倒茶 拿椅子給大家坐啊 快去 去呀 你別管我了 去 快 在路上走了三個多月了 一路上都還撐著 哪知道 一到了這兒 就全垮了 給露洪聽了不少麻煩 也讓你們看笑話了 快 你又來了 你不應該亂鬥 不能太累了嗎 快 更不要罵自己嘛 也沒人嫌你是嗎 我知道 我一喘起來 簡直不成個人樣 真是老毛病了 你們別見怪啊 花兒 快 去給叔叔阿姨拿椅子坐 快 您真的不要忙 我們跟肉紅多少年朋友了 大家熟得跟什麼似的 是啊 是啊 我們不信這個禮數的 我們來往水銀間 跟來往這家廚房室的平常 我們聽說你來了 就大火一吆喝過來看看 實在來太魯馬了 只是聽說你們遠從四川找得來 我們大夥實在忍不住好奇 你 娘 娘 你又喘了 不行不行 你太喘了 把圍巾圍起來 那明天天太好 不能再手寒了 娘 你不要操心那麼多嘛 叔叔阿姨才不會怪你 爹已經去跟大夫說了 你用最好最好的藥給娘吃 你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爹會照顧咱們的 你瞧 大夫也醒來了 要我去抓了 又有屋子住 又有斑米飯吃 還有這麼軟的床可以睡 你的病一定會很快的好起來的 等爹抓藥回來 我跟他商量 殺隻老母雞給您燉湯喝 好不好 不要 華兒 別再糟蹋老母雞了 也別再為娘嚇忙活了 娘的身體 娘子你心裡有數 也別再為難你爹了 他是個好人 你一定要好好孝順他 還孝順娘一樣 你知道嗎 告訴你爹 別再為娘浪費那些錢了 太浪費了 娘 你不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我說你會好的 就會好的 不行 我們找到爹了 爹也肯收留我們了 我們以前沒有爹的時候 不是養兒過來了嗎 何況現在有了爹 什麼什麼都不怕 你女兒說的一點都沒錯 你會好的 剛剛我們還在外面碰到大夫 大夫說你只是一時的營養失調 只要安心調養 沒問題的 是真的 小腸病雖然很磨人 但一定要有耐心 絕不是不治之症 大夫給你開的幾副藥都是上好的 聽說治好了很多長期為這種毛病所困擾的人 是啊 這位李大夫是有名的中醫 相信他沒有錯 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信心啊 是啊你不要為錢擔心了 好歹落紅有我們這些哥們 我們不會袖手攀官的 是 娘你瞧大夥都那麼說呢 快點兒 花兒 花兒 你娘還好吧 爹 要拿回來了沒有 拿來了 是不是有黃靈 三白皮和白果 不是 大夫說內鐵藥太溫和了 現在換奢根麻黃湯吃吃看 好 那我就請煎藥 若虹 你去忙你的好了 我沒關係的 我已經好很多了 我已經好很多了 這樣好了 你們談 我小睡一下 你們選你都來了 倩倩呢 怎麼沒有跟你們一起回來 周虹 你最好抽空到燕影樓來一趟 我們大家要好好的跟你談一趟 好 如果我們還沒有去水雲間以前 不原生大地的主意 要逼你離開你前生的老婆 因为你竟然说那是你前生的事吗 可是 我们看见了脆评和话 看见了那种情形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连王爷无言以对了 可是 事情还是要解决的 你就是有两个老婆 千千也不可能做你的小老婆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打算 千千呢 千千呢 她不要见我了是不是 是不是 她太生气了 她真是无法面对你 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了 她和你这段感情 她为了你上刀山下油锅 劈了命去爱 如果既然你对她没有个合理的交代 我们都会为她抱不平的 不过 我们也都看到脆评话了 叫你抛弃别子 我们大家也不忍于心 所以此时此刻 你自己必须要拿定主意 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我知道我早已不是你的兄弟 我说任何话都没有立场 但是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 不要再逃避了 对 我不能再逃避了 你们都有所有的指责 我现在回想起来竟都是应该的 我这一生 过得又混乱 又糊涂 又狼狈 简直是乱七八糟 从我有之意来到现在 我就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任何事负责过 对父母 我没有见过一天笑 我 我连他们怎么死 我都不曾问问 对兄弟 我也没有付出一丁点的手足之爱 落得现在手足失散 音讯全无 对亲子 我也不曾管过他的温饱 他的生死 对儿女 更是没有尽到一天做父亲的责任 好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的存在 对其他的生命 就没有一点价值可言 对我的亲人 更是一种灾难 爱我越深的人 我给他的痛苦就越多 对潜贤如此 对翠萍如此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真的是又可悲又可叹 是 我早已把翠萍给遗忘了 要不是他带着华尔出现 他就真的只是我前生中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 可是他们来了 兵器弱女 翻山越岭的来找去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天 如果此时此刻我选择千千遗弃的罪名 那我还算是个人